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台股在万点之上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了 那相较于整个国际股市的话 台股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一个强劲 不过这个礼拜整个市场又开始担心中美贸易战会不会恶化 所以整个亚洲股市都面临一些修正的压力 那么台股也是同样的受到了一些的冲击 不过接下来整个台股何不可以持续维持在万点之上 我们就来追踪一些相关的一个数字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台股的这个表现 虽然是有一些的震荡 在整个8月的下旬有一个反弹 那虽然现在有一点点稍微的修正 但整体来看的话趋势线还算是相当的一个强劲 但是呢除了一个上市的这些全支股表现 是比较优异的 但是有另外一个族群 大家却要来多多留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贵买指数 这个都比较是偏向于一个中小型类股的这个指数 其实这一类的指数从股票从6月开始 是一波的修正比一波还要低 而且甚至已经跌破了一年的一个平均线 所以反而相对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追一波整个股市的表现 是强弱势分明 而且是 大型的全支股 还是算是表现比较好 但是小型股 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风险其实大家也是要来留意的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整体一个资金的一个动向 其实台币在这个6月之后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贬值的压力 那短线来讲稍微在这个贬值部分是有一些些的一个盘整 不过在趋势上看起来 在美元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强势的一个走势之下 台币呢 其实盘整已经算是最好的状态了 那如果美元又开始升值的时候呢 其实台币 还是有一些贬值的一个压力 那么台币的贬值 当然也会带来了一个 外资买卖操的一个动向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到 近期的一个整个 外资的一个动向 那当然在外资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外资最中情的 当然还是台积电 而且在整个8月下旬的一个台股的表现里面 台积电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类股 那同时我们来追踪一下整体一个外资的动向的话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8月的下半旬 有一些买超微幅的一个成长 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他主要投资的这个 标的还是 所在一些大型的全职股 但其中 台积电还是算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标的 那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为什么在近期 外资开始 会回头愿意来加码一点台股 那我们也来追踪一下这个基本面 就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 景期登号虽然 在6月的时候有一点修正 但整个7月的话又开始 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有关于一些工业方面的一个指标 会发现包括工业指数 制造业指数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的进出口值 这个部分其实都是算是有转好 那有转好的话 感觉上 就是比较偏向于台湾 仍要迎接整个下半年的一个出口旺季 所以就 基本面来看的话 是还有一些的支撑的一个力道 不过当然接下来大家 还是会要来持续关注的 还是一个国际整个金融动向 还有这个所谓大家预期的整个 出口旺季 今年的这个新品是不是真的能够 刺激买气 那这个当然也是后续 后续要来持续追踪的 好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也来追踪一下 目前整个台股基金的一个表现 其实算起来是 台股基金的表现 跟所有很多国家的基金来相比 应该算是非常的亮丽的 那即使呢最近的市场有 开始出现震荡 最近的一个月三个月呢 有一些的基金 都出现了一些修正 而且修正的幅度也不小 不过如果把时间从今年出来看的话 其实 有一些绩效比较好的台股基金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这部分已经可以给我们的基金经理人 拍拍手了 不过就投资人 你自己目前手上的 整个台股基金的一个操作策略呢 其实投资人还是需要 稍微提高一点警戒 因为有一些部分的基金如果在短 时间之内修正幅度比较大 可能投资人还是要去追踪一下 他主要一个持股的标定 是不是也会偏向在一些 比如说一些 的小型股 或是一些比较特定题材的类股 那么那些类股如果近期修正的幅度 是很大的话 当然会对整体的基金绩效 有一些的冲击 所以我想 投资人手上如果有台股基金的话 位在目前整个一个 市场的相对高点呢 当然可以去做一个部分的一个落贷为安 那另外来讲的话 一部分可能还是可以来等待一下 台股究竟还有没有一个第四季的一个 行情可以来期待 不过另外还是要追踪一下 自己手上的基金 是不是 都是还是算是 握有近期的 一个比较 强劲或是保持的类股 或是呢 其实持有的还是一些 可能修正压力比较大的类股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要作为 大家是不是 要继续持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 我追通 如果你有任何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MoneyDJ TV 粉丝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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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